大家好,这里是巴塞浙家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如何看懂自己的厌血报告 尽管医生会告诉我们我们的厌血结果 但是我想自己懂得一点点总是好的 懂得如何分析自己的厌血结果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的健康状态 当然如果厌血的结果某些参数值上升了或下降了 最终还是要由医生来评估它的重要性和含义 那么如果你对今天的视频感兴趣的话 我们就接着看下去吧 通常厌血最重要的数据是雪球数计算 也就是我们西班牙所说的emorama和生化学检查 大家知道我们的血液是由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组成的 红细胞或者是红血球是我们整个血液里最多的一个细胞 它含有一种血红蛋白 所以我们的血才会呈现出红色 红血球以及红血蛋白是贫血或多血症的指标 贫血大家都知道 多血症就是和贫血相反 通常会伴有头痛、失眠、头晕的状态 中年以后的人比较多见 白血球是我们的免疫系统的一部分 它来帮助我们抵抗感染细菌病毒 白血球数是用来检查感染症和白血病的一个指标 当然白血球的增多并不代表你患上了白血病 有一些人压力过大 也有可能导致白血球的增长 如果白血球减少 则会大大的提高感染的风险 而在白血球里 有一种和癌症非常有关联的一个细胞 它叫做中性粒细胞 也就是西班牙语说的Neotrophilos 通常癌症患者化疗以后 中性粒细胞数就会下降 中性粒细胞数下降了 我们就要非常的注意了 因为它是抵抗细菌病毒的第二道防线 那么第一道防线就是我们自己的皮肤和粘膜 所以中性粒细胞数下降 就一定要注意好好的调理 保养自己的身体 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防止感染 比如适量的吃一些鱼干油 补充维生素C等等 而血小板Blageta是我们血液里帮助我们 当我们受伤的时候帮我们止血 凝快止血 其实很多的药物也会减少你的血小板 比如说甘素Eparina 这是一种用于防范和治疗 颈脉栓形成的药物 所以在手术之前 如果你在服用甘素 医生会叫你提前停止 这个药物避免大出血 还有一些消炎药 也是会减少血小板的 比如大家熟悉的Evobrofeno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一张验血报告 那么红血球技术分为 红血蛋白 Hemoglobina 这个我们刚才说过 它的正常值在4到5.2克分身 但是这个是相对的 性别和年龄不同都会有差异 接着我们来看 血球溶积剂 这是用来检查我们的血量中 含有多少比例的红血球 它是一个百分比 正常值在36到45之间 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 Volum corpuscular mic 这个VCM 中文叫做平均红细胞体积 这个可以诊断各种各样的贫血病 平均红细胞体积低下 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呢 比如地中海贫血 或者是缺铁贫血 都有可能 这个平均红细胞体积低下 那么平均红细胞体积升高 通常是因为缺乏液酸和维生素B12 液酸可能大家都知道 是孕妇的营养补充品 因为它对胎儿的神经管的形成 非常的重要 而缺乏维生素B12大多 是因为吸收不良引起的 特别是一些素食主义者一定要注意 因为植物食物基本没有维生素B12 大多都是在肉类海鲜奶制品等食物里 接下来的 也就是中文所说的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和平均细胞血红蛋白的浓度 它们的正常值分别是27到33.5液体盎司和31到36克分身 那么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这个HCM在缺铁性贫义血非常的常见 如果这个值正常或偏高 就代表了你不需要再补铁了 最后一个红细胞分布宽度 这个AV 也就是Ambla Distribucional Idrosit 它的正常值在11到15% 我们接下来来看看白细胞 分别是中性粒细胞 这个我们刚才提过 它是我们最多的白细胞种类 它的正常值在40到80% 接着是08细胞 Lymphocytos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胞 也是我们免疫功能的一线病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 它们可以认出敌友并且进行攻击 攻击完了还把战略储存起来 这样如果下次有同样的病毒再来攻击 它们可以快速的做出反应 那它的正常值在20%到50% 我们接下来看Monocytos 也就是单核细胞 那它呢就像一辆清理车 清除那些受伤衰老的细胞 最后我们还有两个细胞 一个是Alcinophilos 也就是酸性粒细胞 Alcinophilos 这个就是这个季节花粉过敏的罪魁祸首 它的增多和哮喘 寻麻疹 还有很多的皮肤病都是息息相关的 它的正常值在是在0到5 它在血液里真的是非常少 最后一个呢是Basophilos 也就是试碱性粒细胞 它是在血液里最少的 正常值在0%到2